花联地检署为了加强反汇选宣导 今年再度与药师界合作 在腰带上加了反汇选宣导贴纸 希望能够透过送药到府的服务 深入加户增加民众的反汇选观念 为了加强反汇选宣导 花联地检署积极和各企业社团合作 借用各单位的工作属性 将反汇选的宣导直接传达到民众的眼前 今年地检署再度和药师界联手 在药带上贴上反汇选的宣导标语 趁着药师送药到府的服务当中 也把反汇选观念送达到更多的加户 我们认为药师是在社会各界都有 药师送药到偏乡送药到府 这个活动已经进行很久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管道 可以让我们把反汇选的概念送到加户 让社会各界都可以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观念 所以我们特别要求选联会 还有我们花联药师公会提供这样子的一个管道 让我们把我们反汇选的观念 彻底的落实到各个加户 让每一个民众都可以感受到这样子的一个 反汇选的一个观念跟理念 然后达到我们真正公平选举的一个目标 药师公会也表示非常乐意和地检署合作 共同进化选举实现民主政治的精神 送药到府的时候在药袋上协助我们的民众 把那个药袋上面做那个政令宣导的贴纸 然后让我们民众知道我们反汇很重要性 那因为去年的效果非常好 今年我们地检署就透过我们药师公会 希望我们再继续做这样子的动作 那我想今年我们也是全力配合 那目前全国的药局大概有一万一千多家 比全家跟7000还多 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优势 那也希望普及全县的我们各社区的药局 能够协助地检署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宣导 地检署表示除了药师界也曾经和民产店的业者 中华邮政还有自来水公司合作 在包装袋、包装箱或者是缴费通知单上 张贴了反汇选的宣导标语 希望可以发挥最大效果 接下来有会幻市报道